台風前夕或加上部分泡麵已被掃空 熱門款一看便知 但最近就有網友在網路PO上照片 認為某款素食泡麵 冷門卻進了好多貨引來網友熱議 而這一款最近也被討論 老牌泡麵推出新口味辛辣香菇 辛辣香菇加韓式風味一次滿足 更有不少人說味道很像韓國的辛拉麵 部分門市已經被掃光 還得提前預訂 但如果台風天不想單純用泡的 黑白大廚兩位評審再度同臺 主廚安城在不做精緻料理 教大家用泡麵 煮出米其林三星等級 而這關鍵就在大蒜上 整顆大蒜不切 從烤箱出爐 先放入冷水中 一旁湯頭麵體開煮 接著將大蒜丟入湯中煮軟 去皮後用力壓碎 把香氣跟湯頭中和一碗熱鍋鍋泡麵端上桌 香香辣辣的還不錯吃 有的蒜香味蠻重的 簡單一餐就能解決 因為大蒜經過烘烤過後 它會有個大蒜的酵素出來 它會再增加一點不同的香氣 然後它那個烤焙上面會有那個烤焙過的味道 融入到麵裡面去 它會有更濃厚的湯頭味 常見的大蒜烤過後降低嗆辣感 讓整體湯頭更濃郁順口也更有層次 颱風天外頭風大雨大 簡單料理方法學起來 窩在家自己也能當三星主廚 三星新聞蔡也指定情緒太多做不到